这两天有人想替消费者打抱不平 结果自己却被网友骂了 说关你什么事 所以到底怎么个情况 起因是有一位记者 他随即咨询了北京 上海 成都 等等地方的十家餐厅 结果有七家说 他们的年夜饭只提供套餐 而且套餐的人均价格 会远远的比日常的价格要高 即便是支持单点菜的三家餐厅 也有两家表示说 他们的包间是有滴销的 于是这位作者就在经济日报上 发表了一篇 《莫让被套餐绑架年夜饭》的文章 批评一些商家 说他们抬高了消费门槛 呼吁监管部门跟行业协会主动作为 但是这位作者没有想到 这篇明明是帮消费者说话的文章 却在网络上翻车了 有的网友直接就怼过去了 说一家愿打一家愿挨的事情 关你什么事 其实这篇文章的批评乍一听在里 比如如果说你今年年夜饭的时候 出去订餐厅 结果发现人均消费100的餐厅 居然年夜饭的时候 只提供1988的套餐了 然后再仔细一看菜单 比日常的价格至少高了50% 我想大多人可能在订的时候 心里多少会有一些不平衡 但是再仔细想一想 你和家团员在吃年夜饭 人家厨师服务员 却还得工作在岗位上 没办法回家去团聚 我相信想到这里 大多数人又都会理解了 这是情理啊 那再看一下监管怎么界定呢 文章里说 有的地区是监管部门 接到投诉就会办理 但他听到的 辖区市场监管部门的回复是 按照法无禁止计可为的原则 行政机关无权干涉 于是这位作者就批评监管 说不作为 这事让我真的很惊讶呀 难道不应该是给监管点赞吗 这难道不应该 才是市场经济该有的监管吗 人家餐厅合法经营明码标价 又没有坑蒙拐骗强买强卖 至于说年夜饭为什么涨价 也很好理解呀 春节前各种食材可能也都涨价了 员工加班是不是要给加班工资呢 当然也并不是说市场经济 就能漫天要价 就如果真的价格贵到天价了 自然就没人去了呀 大不了自己家里做嘛 可这么一来的话 年夜饭自然就会降价了 这就是市场的供需关系 在发挥调节价格的作用 像景区里面的矿泉水 黄金周的五星级酒店 和这三十晚上的年夜饭 其实都是一个道理 而这个事呢 也让人想起来 前些天湖北因为冻雨 被困在高速路上的 那些饥寒交迫的司机乘客 因为有一些善良的人 是免费给大家送吃送喝了 于是呢就有自媒体辱骂 甚至曝光那些 卖十块钱一盒泡面的人 搞到后来很多人都不好意思 再爬上几十米的高速公路 去卖东西了 但是卖十块钱一盒泡面的人 他们其实是给困在 高速公路上的乘客 多了一个选择 如果你觉得这个事不厚道 并且要制止他 那乘客就会少了一个选择 或许就只能挨饿了 我们当然是要赞扬 那些道德高尚的行为 但是别忘了 道德是用来约束自己的 不是用来绑架别人的 俗话说 无利不起早 在商业行为中 自愿交易 买卖双方各取所需 是共同获益的 至于旁观者 就别给自己加戏了 我们也知道企业是需要监督的 可是再回想起 二十年前的官媒 会曝光违法违规的企业 会帮助农民工讨薪 会打击假冒伪劣的商品 也会捍卫合伐企业的利益 鼓励企业家敢传敢干 呼吁监管给企业更大的空间 正是这样的舆论环境 给了企业家极大的信心和勇气 创造了几十年高速发展的经济奇迹 而动则用道德来绑架企业 仇恨企业暴力的行为 只能让反资本成为潮流 让创造了大量就业的企业家 成为弱者 那至于说到底什么是暴力 毛利率90%的茅台 50%的苹果 是暴力吗 可某些人眼中的暴力 恰恰是巴菲特这些大佬眼中 伟大的企业 其实呢 垄断一下产生的暴力 那当然是法律要打击的 但如果是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 创造更高的利润 这难道不应该是企业的权利和目标吗 最后年初一我也出去吃饭了 跟服务员聊天 我问他们说你们春节不休息 老板会不会给你们三倍的工资呀 他说不给 我问那你们有没有选择休息的权利呢 他说老板说了 谁要是休息谁就离职 我觉得吧 这样的老板应该被举报 我说什么都可疑呢 我说老板要是稳定的